大家好 这个拉包的晾筋已经做好了 很多粉丝在问说这个楼杆不知道配什么样的拉包 我经常用的拉包就是说配国标跟那个飞标 因为这样的话 我只用一根撞口就可能用两种拉杆 我每个晾筋上面都有写要打起后的口配什么样的螺丝 等于这样的话粉丝们就不会买错 有些人他买的这个拉包回去之后 发现这个尾巴这里套这个丝杆根本就套不到 很多他那个牙口不一样的 所以我现在配的都是标配的 可以套进我们去五斤店买的那个楼杆 这样的话就方便大家使用 你看我手上拿的有一根粗的是八厘的 跟细的是六厘的 但是我这样配了之后 我只用十厘的撞头就可以用这两根楼杆了 全部都是打十厘的孔的 这样的话我们只要买一根撞头就可以用了 我经常用的话就是镀芯 还有不锈杆的 一般我都是喜欢用不锈杆的 因为不锈杆的话 你要跟客户收费的话 它更有说服力 啊 是吧 但是镀芯的话 它就 没那么大的说服力 所以知道装一个链鱼价 如果遇到有吊顶的话 平台给你加税用 你就是加那几十块钱 你还要你自己包材料 你真正放下来的话 既然材料跟宫田还是亏的 还不足去装一台没有吊顶 所以基本上我就一般用不锈杆了